Mass学院的同学们大家好 这节课里面我们将会对load.js的一个文件系统做一个讲解 那么讲解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load.js它的文件系统 API文档 那么打开这个API文档 这个是文件系统文块 它里面相对来说方法是比较多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很多方法 那么这么多方法我们在一节课里面肯定是讲不完的 我们只会在这节课里面抽取一部分 比较典型的方法来做一个试讲 通过这个试讲以及这个方法来学习 大家可以举一反三来学习其他的方法 首先我们这里总结出来 里面我已经总结出了对那文件操作的几个模块 那么大概就是这么五点 这个文件系统我这里做了一个简单的概述 文件系统它就是fail system的一个缩写 那么它里面包含哪些API呢 包含对文件读写的API 也就是说我们直接可以通过这个模块来写文件和读文件 第二点它还可以直接查看这个或操作这个文件的状态信息 它就是文件比如说文件的大小啊文件的操作时间啊文件的修改时间等等系列啊 这一系列操作是东西它在这里面都可以都可以操作 第三点啊 判断文件或者文件夹是不存在啊 这个功能模块提供出来 它作用是干什么呢 作用是在我们有些有时候读取文件或者写入文件的时候啊 如果这个文件不存在或者路线写错了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判断判断成功了过后 我们才能写入或者读取文件啊 第四个这个fs模块 它集成了这个对目录的操作 我们这里可以通过这个API来对目录进行什么呢 创建或者是删除的一个操作 对不对啊 这个文件系统模块 它还封锁了对流的一起操作 那么这个流什么是流 这个在下几个里面啊 因为它也是个知识点 所以说我们放到下几个里面 我们接着讲 那么这几个我们先讲前面四点 啊 这里我大概写了几个案例 来讲解这个文件系统模块里面 这些方法应该怎么使用 当然这些案例里面 可能远远不足 这个API的文档里面 那个函数那么多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方式 来掌握这个学习 API函数的一个方法 好 第一个创建删除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系统里面 它提供哪个方法呢 创建或删除文件夹 make.r 这么个方法 这么一个方法 它里面要传三个参数 这三个参数 分别的什么意思呢 我在这里下面做了一个简短的一个介绍 第一个是文件夹路径 也就是说 你要把你创建的文件夹路径 告诉给他 他就可以给你创建 第二个是 要创建文件夹到一个权限 这里默认是什么呢 默认是零七七七 那么第二个参数 它是有中框和扩起来的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这个参数是可以有可以没有的 比如说你不写的话 他就使用默认词 那么第三个参数是callback 回调函数 这个回调函数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你创建成功了过后 它会马上的调用你传过来这个参数 而这个参数 它里面会传一个对象过来啊 传给你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它会把这错误信息对象传过来 如果你在创建文件的时候 虽然错了 那么这个错误对象啊 就会就会有 可以通过这个错误对象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那干什么呢 来判断这个文件创建成功还是失败 这里说到这个文件夹来创建方式啊 它除了这种方式之外 它还有另外一个对应的方法啊 叫什么make.ls1c 这个这个方法是跟上面的方法共同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这个load.js 它还提供两种方式呢 因为load.js里面 它对文件操作它提供同步和一步两种方式来操作 那么同步是什么呢 就是我在创建这个文件夹的时候啊 我不能干别的事情 我必须把这个文件夹创建完了过后 再来干别的事情 而一步的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我在创建文件夹这个期间啊 我告诉告诉他 我说我在创建文件夹 但是啊 这个是不是马上创建 他可能会把这个事情放到那里 待会儿再来做啊 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会接着往下做 把后面比较好完成的任务 就完成了过后 再来反过来做这个事情 而当我们这个事情做完了过后 他就会自动回掉这个函数 来告诉我们啊 我们事情做完了 而说这是同步和右部的区别啊 说了这么多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么一个案例 然后不是个放开啊 这么一个案例是什么呢 fs这个系统模块 make dr这个方法 我传了一个这个这么一个字幕传 这个字幕传告诉他 我这个文件要创在f牌下面 这个文件夹的目录 目录名称叫什么呢 叫做fs demo啊 这么一个文件夹 然而成功过后 我回到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里面 我这里揭示一个错误对象 如果这个错误对象有的话 我就把这错误对象打印出来 啊 如果没有的话 我就什么呢 显示一个文件夹创建成功 好 我这里运行一下这个代码 运行 啊 他什么呢 他这里谈一个错误信息 文件夹 这个已经存在 啊 那么说明是我这个当前部落下 已经存在这个文件夹了啊 果然存在一个 那我把这个文件夹塞掉 我们重新来创建一下 重新演示一下 运行 啊 文件创建成功 那么看一下这里啊 fs demo出现了 这就是通过什么呢 fs那个fs系统模块啊 他里面的make drr这个方法来创建文件夹的一个方式啊 让他那个同步的方式啊 比较简单 我这里不在这里讲讲解了 我在注视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代码 当然这个是创建文件夹 除了创建文件夹之外啊 他有什么呢 删除文件夹 比如说我们像删除刚才那个文件夹 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我们把这个方这个代码放开啊 fs rmdr就是删除文件夹 那么删除这个文件夹 这里要删 我要删除哪个文件的那个路径啊 我必须什么呢 我必须要把这个路径告诉给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才知道删什么东西 当他删除成功了过后 他也会回掉一个函数 跟刚才的那个 创电那个回掉函数是一样的啊 一样的道理 那么这个时候我也接受一下什么呢 接受一下这个错误信息啊 打印一下 那我们这里运行一下 看他能不能删除我们这个对论文件夹 啊 删除文件夹成功 这句话打出来了 那我们看一下这我们上面这个fs demo 这个文件夹还在不在啊 已经不在了 已经被删除了 这就是创建和删除文件夹啊 这方法都很很简单 所以说啊 我们不怕这个fs里面的方法多 只要我们找到方式方法过后 我们学起来都很快 这是文件夹的创建啊 那么接着我们看一下下面文件的和 目录的判断 它是通什么方法来实现呢 我们这里把这个 文档做了个简单介绍 首先这个fs exis 这个方法 它实现了文件和目录的判断 那么这里pass指的是什么呢 你要判断的文件或者文件夹的路径啊 它也是路径啊 当然路径这里我们想的可能是什么呢 可能就是试不穿 啊第二个是回答凯数 当他判断成功过后 他会调用这个回答凯数 这个时候这个回答凯数 他传的参数是什么呢 他传的是你这个文件到底是在还是不在那个 布尔茨也就是什么 真假值 如果在的话 他返回一个true 如果是不在的话 他返回一个force 当然他也对应了同步的方法 这里不多说 而同步的方法跟一步的方法 他唯一多了一个什么呢 多了一个这么一个名称啊 s1c这么一个名称 所以说操作方式 都差不多 结果也差不多 就是他们调用的机制原理 可能有点有点区别 一个是 必须要做完了过后再做其他事情 一个是先把什么 先把这些事情先放到那里 可以同时做其他事情 这就是同步和一步的区别啊 那么这里啊 我这里 调用这个方法 大马来实现一下 快乐一下当前目楼下 这个文件是否存在 我们运行一下 如果存在他这里打的布尔肯定是什么 肯定是什么 肯定是数 而这force说明我们当前这个F盘下面这个F Demo这个文件夹不存在 我们看一下 我们不存在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先什么呢 先把这个注视料 我们先创业出来啊 我们再来什么呢 再来判断 啊 创业是哪个人 就是刚才我们上面这里这个方法 翻开 啊 运行一下 啊 创业成功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目楼下 啊 确实有 那么我们把这个注视点啊 然而再返回来这里 再来判断这个文件到底存不存在呢 运行 啊 他打印的处说明我们这个判断是没有问题的 可以判断到我们给定的这个目楼下 这文件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 啊 这是文件的判断啊 这个方法相对来说也比较简单啊 这也不多说 我们接着往下走啊 啊文件的读写 啊 这个文件读写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可以直接从把文件里面的内容直接读 读出来啊 读出来 他通过什么方法呢 通过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相对来说他里面参数要麻烦一点 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应该怎么调用 啊 Fs read fail 这个方法名啊 还说名称 啊 第一个是 fail name 就是什么呢 文件的路径 路径名 这里我们必须指定这个文件路径名 就是告诉他我们要读取哪个文件 而第二个是options 就是文件读取的参数 他这里是以对象的形式存在的 那么是以那种见识对的形式存在 有编码 有标志 这个标志代表什么呢 代表这个文件是读还是写 而这个编码是指定什么呢 就是我们文本 我们知道他有多种编码啊 不同国家他编码也不一样 所以他这里可以指定 同样他也回答函数啊 当他操作成功了过后 他会回到这个函数 这个回答函数里面 我把这个回答函数的参数指定一下 一个是error 而如果成功了过后 他说error对象为空 还一个是什么呢 data 就是读到的数据 他会放到data这个这个变量里面 那么我们待会就可以通过这个data变量 把数据取出来 他也同步的方式 只过他同步的时候 他读取文件名还是一样的 操作options也是一样的 他读到数据怎么返回呢 他是通过返回值的类型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定一个什么 data这样接收 才能接收数据 这是我们读取文件的方法 我们来演示一下 那么读取文件之前 我们首先要保证当前这个路径下 有这么一个文件 并且里面要有数据 对不对 那么所以说我们看一下这个 目的下 有这么一个文件夹 但是里面没有文件 所以说我们建一个 对应的文件夹 对应的文件啊 a.txt 好在这里面写个什么呢 hello word 保存一下 关闭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运行这个方法的时候 他能不能读到我们想要数据呢 啊 这里如果我先读一下这个解释一下这个里面代码 fs.readfail 啊 第一个是我要读取文件路径 f牌下面的这个目录下的 这个文件 第二个是编码乘UTF8的方式 啊 读取这个文本 zlc读的形式来来操作文件 然后回来还说什么呢 就是当他成功过后 我就来操作这个数据 如果这个错误对象没有就是没有报错啊 我就把这个数据打出来 如果这个错误对象有的话 我就把错误对象打出来 啊 就这么一个操作啊 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啊 我们运行一下 啊看到没有 hello word打出来了 啊 用来说到底你这个是不是读的hello word呢 我们再改一下啊 这个hello word 再加了加两根吧 加了等号 保存 关闭 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看他能不能加两个等号啊 啊看到没有 我们文件夹文件里面的内容改变 这读出来的内容就改变 说明他就读到我们刚才那个文件了 啊这就是读取文件 好 读取文件讲完了过后 我们看写入文件怎么写入 啊放在这里 写入文件啊 他跟我们读起来有文件 但是操作其实是类似的 他有同步有异步 啊写入文件他方法名叫什么呢 read file read file 啊要写入到文件夹名称 文件或者文件夹名称 哦要写入文件文件路径啊 这里是要写入文件路径 啊要写入数据注意 这里有个要写入数据 这个数据可以是字幕串 可以是个buffer数据 什么叫buffer数据呢 就是这个字幕串的二进制表情形式 二进制表情形式 好这里我是个hello加网 啊然后这个编码跟上面这个是一样的 但是我这里标示指定是什么呢 指定为写的方式来来来操作这个文件 他有回答还说这个回答还说 跟我们上面是类似的 只不过他这里是写数据 所以说他就没有第二个猜数啊 没data的数据 这里我们就简单判断一下 如果这个有的话 我就把这个错误对象打出来 否则的话 没有错误的话 我们什么呢打进去文件写入成功 啊但是我这里要讲强调一点啊 这个文件写入这个方法 如果你这个文件不存在 他会自动帮你创建一个文件 我们这里写的是c.txt 如果这个文件存在 他会怎么办呢 他会把这个原文件覆盖掉 啊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自己叫hello加网 而我们这个原文件里面是什么呢 hello world 还加两个几个等号 啊这么一个信息 那我们运行一下 看他会不会覆盖掉啊 啊文件写入成功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hello加网已经被覆盖掉了 那么如果这个文件不存在 他会怎么办呢 我们改个名称 改个c 这个c.txt 在这个目录下是不存在的 我们来运行一下 啊文件写入成功 我们再看一下 这里多了一个c.txt 他创建了这个文件 里面内容也是hello hello加网 所以说啊这个方法大家注意 当文件存在的时候 他是把这个原文件覆盖掉 当文件不存在的时候 他会创建这个文件 啊这是文件的写入 而文件写入 他其实还提供了另外一种方式 叫什么呢 这种追加写 刚才我们是覆盖写了 这是追加写 那么追加写是什么意思呢 好房卡解释下这个代码 他方法名叫openfail 那么这里是要写入 这时候的文件路径 啊这里是要写入的什么呢 要追加写入的那个数据 第三个是指定编码VT8 指定完了过后 那么他也有回电凯数 跟上面一样 我这里不多做解释啊 我们直接运行看一下 他能不能在这个的a.txt里面 再加上这么一串之不串 啊我们运行 啊文件追加写入成功 那么看一下 a.txt 他这个hello加网后面写的什么呢 word19你好 这么一个文件啊 这么一个数据啊 啊他居的居家在后面了啊 就连在后面了 这就追加写 啊这只文件读起了一种操作啊 啊基本上都类似的啊 就传对应的参数 访问对应的文件 包括就是读或者写 这么两个操作 那么通过这些方法 我们可以什么呢 可以做个小案例出来 什么小案例呢 就是拷贝文件 一般我们拷贝文件 一般我们拷贝文件的时候 在温度上面 我们的什么拷贝呢 啊这样 单击键 复制 然后单击键 粘贴 这样这样拷贝 他底层 他其实也是执行了一些代码的 把文件从这个这个地方 读到另外一个地方 那么我们通过漏的这件事啊 上面这些方法 也可以使用这么一个功能 那么怎么实现呢 我把这个代码放开 这个代码稍微来说 要麻烦一点 这大家听我这个给大家解释啊 好 这里啊我定义了四个变量 这四个变量分辨代表什么呢 目标路径 就是存储目标文件 它的那个目录 是哪个目录呢 在F盘下的demo下面 第二个变量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 原路径 就是原文件 它所存在的目录 是哪个呢 是F下面的 F盘下面的 fsdemo 这个目录下 还有一个第三个变量啊 src Failium 就是原文件 它文件名 是哪一个 而第四个是什么呢 dst Failium 就是目标文件 它文件名 是什么 这几个变量 我定一考虑过后 那么我们进行下一步 下面一步 首先啊 我们想一下 我们要拷购文件之前啊 我们是不是必须要保证这个原文件 它是存在的 我们才能拷贝 对不对 如果你原文件这个路径写错了 那么你拷贝这个文件 可能会出问题 所以说啊 在拷贝之前 我们通过什么呢 通过刚才我们学习的这个 exex的这个方法 来实现对文件的什么呢 判断 到底这个文件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 存在的时候我们再进行拷贝 不存在我们就什么呢 直接提示一句 该文件不存在 就不做后面的后续处理了 那么所以说 这里我调用fs的exex这个方法 对这个原文件加上原文件 这么一个路径 进行判断 啊 他这里我是用的什么 我是用一步的方式啊 一步的方式 他就回调函数 这个回调函数 它传的这个变量 我们刚才说了 它是个不耳直 这个不耳直如果为tool 说明这个文件存在 如果为false 说明这个文件不存在 那么说到这里 如果这个文件不存在 我就打印这么一句话 文件不存在 否则的话就是文件存在的情况嘛 文件存在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还不能马上copy啊 那么要干什么呢 还要判断一下目标文件 到底存不存在 你目标文件也要存在啊 这个路径也要也要也要有啊 也要再是吧 如果不存在怎么办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创建啊 所以说 这里我用掉这个fs的exas s1c 这一次这里注意 我这里判断的时候 我是用什么呢 我是用同步的方式的判断 为什么这里我要用同步的方式的判断呢 大家想一下啊 如果我这里用异步的方式的判断 他在判断之前啊 他先把这个判断这个事情放到一边 先不先不做这个事情 那么这个时候 我如果在下面拷贝的时候 如果那个文件恰好不存在 那么他又没判断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我写是不是出问题啊 所以说 在判断之前啊 我这里用什么呢 用同步的方式来判断 判断成个确定 确定他已经存在了 已经成功了 已经有这么一个路径了 那么我在干什么呢 我再接着往下写 好 所以说我这里用同步的方式 如果这个文件 不存在 所以这里加个feer 不存在 那么干什么呢 我用同步的方式来创建这个文件 所以创建也是必须要同步创建的 也创建完了过后 我们再进行考位的 对吧 所以说这里啊 我们这里创建文件 make.rs1c 把要创建的陌路路径啊 传到这里来 他就会马上给我创建 其实这里还有一个回答函数啊 这个回答函数 因为我这里不做任何处理 所以说我就没写了 那么创建成功过后 接着下面我们来干什么呢 我们来拷贝文件了 那么这拷贝文件 我们应该怎么拷贝呢 我们想象这个思路啊 首先 我们是不是应该从原文件里面 把数据给它读出来 读到这个这个类型里面来 对不对 那么读到类型里面来 那我们再通过什么呢 通过writefail的方法 把写的对应的文件上去 那么这不就时间拷贝了吗 好 我思路是这样的 我这怎么办呢 我用这个fs的read方法 将这个路线上的文件 读出来 读到哪里 读到这个data上面 那么读到data上面过后 我在怎么在这个里面啊 注意我是在回调函数里面 再怎么呢 因为这个data是这个数据 是在回调函数里面才能使用的 那么我在这个里面 马上又什么呢 马上又开始写文件 readfail 其他要写到目标路线上 目标路线上 把什么写回去了 把这个data这个data就是 我刚刚读到data 写回去 那么回调函数 呃如果如果出现初保 我就写个文件写入失败 我们在这写个else吧 另外的情况是 文件拷贝成功 好 这些所有代码都准备好了过后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里 外面的条件就不具备 首先啊 在这个当前这个 f牌下面有个什么 fsdemo这个目录啊 这个目录下必须要有个什么 a.txt这么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是我们要拷贝的文件 那么 这为了不干扰 我们把这个 c.txt把它删掉 下面我们进行拷贝啊 运行这个代码 好 文件拷贝成功 好 这里你看没有多了个目录叫demo 这个demo上面 按照我们刚才这个拷贝的方式 它应该多了个什么 多了个b.txt是吧 b.txt里面内容和a.txt里面内容应该是一样 我们看一下 b.txt 这玩意有一个 打开 嗯 内容也确实一样 那么这样我们就实现什么呢 文件的拷贝了 通过我们代码来实现了 啊 就不再用 windows下面的 Ctrl-C,Ctrl-V 这种方式来实现 啊 我们自己写代码来实现 当然啊 我们这里拷贝的时候 啊 也存了一些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们这个文件相对来说 比较小的啊 可能只有几十k 或者几k 这个文件 我们一次性把它读到类群里面 当然是没问题的 如果大家想一下 我们这个文件相当大 比如说有几个G的文件啊 我们一次性把这个几个G的文件 读到类型中 当我们这个类型肯定吃不消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来拷贝呢 这个时候我们要讲的 后面讲的东西 流的概念啊 通过流 来实现对文件来拷贝 它实现大文件拷贝 而我们这种只能实现 简单的小文件拷贝 这就是我们这个 文件系统模块里面 一个小的小的案例啊 那么今天课程我们先讲到这里 啊 你们后面后面的代码 这个流的概念啊 我们在下一张 都要做知识点的介绍 那么今天的视频先讲到这里 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